運動能強身 也是國力的展現 2019年東亞青澳 將於台中活力登場 青少年健兒們積極備戰 讓世界看見台灣 2019東亞青澳 明年將於台中盛大登場 十四項運動競賽中 桌球是其中的指定項目之一 今天一起來看看 台灣桌球小將的實力 台灣的青少年桌球 擁有國際的水準 像江洪杰、陳建安等國手 從小就在國際桌壇展露頭角 2017年台中市成立運動局後 促成台中市桌球運動的復興 代表我國參加2018年 世界中學桌球錦標賽 榮獲第二名的陳彭宇 就是來自我們中港高中的學生 我今年十八歲 打桌球十年了 國二的時候 當選過十五歲青少年國手 高二的時候 當選過十八歲青少年國手 雖然我因為年齡的限制 沒辦法參加2019東亞青澳 但是我相信學弟學妹們 一定會全力以赴 我喜歡運動 而桌球是我一個非常 想深入學習的項目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台中 和我們的小選手 一起進行訓練 看看我是否能夠 瞬間累積桌球功力啊 對 要再轉一點 這桌上擺三個盤子 是要幹嘛用的 這是在練習發球的速度 和準確度用的 所以我要用球把它打翻嗎 對啊 初學者的話 大概要練多久 才可以把它打翻 大概至少要二到三年 我來試試看 好難啊 發球是比賽中 最重要的一顆球 所以增加發球的旋轉度 和質量 可以使對方感受到威脅 你好強哦 桌球運動 是一項充滿挑戰性的運動 它需要極強的思考能力 和判斷能力 而且選手必須靠著 協調性 敏捷性 還有很高的專注力 才有辦法取得 勝利的一項運動 我打桌球打了六七年了 我喜歡打桌球 是因為它的旋轉變樣非常多 才讓個頭比較嬌小的我 有展露頭嬌的機會 我是從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打桌球 剛開始只是想要運動健身 因為桌球的變化真的很多 贏的時候也會很有成就感 我打桌球打七年了 在這七年當中 我最想感謝家人 投入桌球這項運動 是因為爸媽和奶奶 從小我訓練的地方很遠 不敢是去火車站 或者是球場 都是他們三個人 能留在我去 我想對你們說 謝謝你們 也希望我能成為你們的驕傲 現在柏妤正在和小選手們 進行多球訓練 這個不斷重複將球回打的動作 目的在強化對同一個動作的熟悉度 並讓選手能用自己 最快的速度回擊 我剛剛在做定點練習的時候 來回擊拍更上速度 我覺得打得其實還不錯 但是後來看到同學們 開始做多點練習 天啊 我連球都不知道在哪裡 他們居然還可以一直打一直打 什麼叫眼明手快 就是這個道理 桌球吸引我的地方是 不同的球打過來會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必須要去思考要怎麼打 怎麼接 例如擰球這項技術 我第一次看到別人打的時候 我覺得超厲害的 所以我就開始加強擰球這項技術 擰球是桌內的一個搶攻動作 他利用手腕、小手臂 往上拉的一個細膩動作 如果不用擰球 就會變成一般的防守 比較沒有得分的機會 教練 這樣又是什麼訓練啊 這次戰神訓練 是訓練選手的小肌肉群 擺速會更快 桌球比賽時 有一些很細膩的力量 是無法察覺的 明明對手回擊的力量 看起來並不是很大 但當你接到球時 卻發現力道很強勁 這就是小肌肉訓練後 所產生的威力哦 從六歲開始打 打了十年左右 平常練球都很辛苦嘛 我真希望明年的2019 東亞青澳 可以為國爭光 拿到更好的佳績 2019台中東亞青年運動會 是台灣首次成功申辦 奧林匹克體系國際運動賽事 將有九個國家、地區的 青少年好手 來台中齊聚一場 參加這場比賽 我期盼台灣的桌球小將們 用永不放棄的精神 在每一場對戰中堅持到底